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赤赤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 是一个人气商品哦 偶像人气,三明治 ポップ 做入镜 Restaur 飓饭店,这是屌典公enas酒店 tutaj真的也有点 IR 没问题 超好吃的 我現在吃了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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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鼎有名的三明治 聽說這三明治本來只有在SPS電視台才可以買得到 可是現在GS25就聽到大家的心聲 所以就推出了這一個 AIDER INKIGAI的歌手們 只需要2200塊 那為什麼這商品可以這麼的出名 標榜為偶像人氣三明治呢 只要是有去錄INKIGAI的歌手們 都一定會去販賣部購買這個三明治 其實我很好奇啦 它也不過就是一個三明治嘛 今天我們就來一起吃看這個 嗯 就是麵包的味道 來看一下它到底有什麼樣的餡料 第一層蛋沙拉 第二層草莓果醬 第三層菜 它的材料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就來吃一口偶像人氣三明治吧 來體驗一下 AIDER們吃的食物到底是什麼樣的味道 啊 特別是有草莓醬 吃不膩的那個感覺 這個草莓醬加很多分欸 還蠻好吃的 我在想啊為什麼就是 埃德門啊說 或者是它是一個中毒的味道 之類這樣子的評語 是因為當你表演很累 跑行程吃到一口這樣子的三明治 真的是會覺得 活過來的感覺 對埃德門時間就是非常的寶貴 三明治是最好 最快也是最方便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子就成為了 那個人氣商品吧 但是如果你要說真的是味道 非常的驚豔的話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還好 它的草莓醬絕對是加很多分 這個三明治啊 少女時代太嚴呢 已經吃了十年了 真的是 人趣商品之中的 人趣商品 今天非常簡單的 試吃偶像人妻三明治的影片 就到這裡啦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味道 到底是有多麼厲害 各個的GS25都可以買到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 想要知道你們的偶像吃的三明治是什麼樣的味道 那來韓國的時候 就互訪進去GS25去買買看吃吃看 欸原來我的偶像喜歡吃這個味道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咯 場紅Vampire 安лем M В Basili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